三国时代 魏蜀吴三国除了武将们沙场争锋外 文人之间的跨国比战也数不胜数 魏国陈王大师人曹植曹子健写下一篇 评论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的文章 以为刘邦能力远不及刘秀 能成就地业是因为西汉开国功臣们的能力 大大胜过了东汉开国功臣们 蜀汉丞相诸葛亮看到此文后 当即提笔反驳 以为东汉功臣也就是所谓云台二十八将的能力 未必就逊色于西汉开国的韩信张良等人 然而诸葛亮和曹植的比战 虽然两人理论不同 却都认可刘秀稳稳强于汉高祖刘邦 事实上隋唐之前 历朝历代对刘秀的评价是允冠百王 就是从古道金帝王第一人 李世民不出水与争锋的存在 刘邦年过六十还在御驾亲征 最后被淮南王英部一剑射伤 因此不治而亡 他赔上自己性命 历时十三年之功 勉强薛平 亦姓诸侯王 却连河套 岭南 福建 这南这些秦始皇之前打下的版图 都致死拿不回来 大汉开国百战精兵 在韩信指挥下 能围杀永贯千古的西楚霸王相 而在刘邦指挥下 却被冒盾缠语打出个白灯之围 此后连年向匈奴送钱粮送女人 刘秀呢 论起点不过是一个南洋种地的农民 还是新朝往往政权 避欲除之而后快的前朝余孽 却只用十几年时间 就恢复了汉朝最鼎盛时期 除夕域外的全部版图 可惜不知何故 后来人反把千古圣贤诸葛武侯的结论都忘记了 反倒拿一笛大老粗 实乐的话来当论据 硬说刘秀不如刘邦 实为可笑 英雄造时事 时事造英雄 汉是祖光武皇帝刘秀 昆阳之战 以七千赶死之势 连同援军两万六千 灭新莽政府军 精锐军四十二万 一战摧毁一个 大一统帝国 创下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的战争史奇迹 也就是其他历史大牛人 如刘邦 李世民 朱元璋 需要打几战 十几战 才能取得的成果 刘秀一战就打完了 因此刘秀 单枪匹马到河北 当地诸侯 倒贴联姻 送来兵马 不断应结明江来头 谭孝间得几十万大军 不到三年就定都洛阳 二分天下有其一 宜阳之战 指挥调度数十万 大军级别的大决战 何为迫降 几十万赤梅军 更体现他古代帝王 前三级别的军事才干 可争锋可为李世民 朱元璋二人而已 未面之子召唤 陨石什么的 只是调侃 刘秀一身 也算宝经忧患 小长安之战 就战死了 他二哥刘仲 二子刘元 和三个外甥女 以及冲灵刘氏宗族 几十口人 称帝九年后 殷皇后的母亲弟弟 还在路途被盗匪截杀 他并不靠天 不靠命 而是靠自己卓越的才能 团结了众多杰出人才 才得到天下 若说刘秀占了 前朝皇族汉氏后裔的便宜 在新莽年间 作为前朝愚腻 整天担惊受怕 朝不保夕 只有比刘备 在东汉末年更不值钱 刘盆子也是汉氏后裔 他能号令赤梅军 任何一人吗 真定王刘洋 正经的西汉诸侯王后裔 坐拥十万大军 为什么要招揽光感一个的刘秀上门 而不是以此为资本 自己去打天下呢 不是因为刘秀的出身姓氏 而是因为刘秀的卓越能力 让他信服 这才舍得投资 刘秀从南洋种地的农民 加入一军到进洛阳称帝 坐拥半个天下几十万大军 就仅仅三年而已 和立朝开国之军比 论起加速度 仅仅弱于一年可长安称帝的李渊 可李渊的职位 是太原留守唐国公 封疆大力 这和刘秀的起点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如果说刘秀统一进程太慢 称帝后又花了十二年 不妨看看都说 刘邦统一速度 是简直就是系统的漏洞 从起兵到称帝是七年 然后灭一姓诸侯王 完成统一也花了八年 最后平英部都把老命搭上了 再想象朱元璋 二十五岁从军 四十岁称帝 最后收云南辽东 完成统一 已经是红武二十年了 再比较一下 刘秀争夺天下时的众多对手 昆阳之战 新芒政府军四十三万 王廊部拥兵数十万 据河北 赤梅军繁崇 拥兵数十万 铜马流民军百万 更是帝刘玄大军四十余万 秦峰 田荣 李县等部 数十万大军 据京阳 腾宠 张峰 刘阳等部 数十万大军 据河北 董县 脚强等部 武校流民军 数十万大军 年层二十万大军 据关中三府 张国二十万大军 据清徐二州 奎萧二十万大军 据隆熙 公孙树二十万大军 据巴蜀 卢方十万大军 据燕门 真觉得这些群雄诸侯 会比其他王朝那些 每战出动数万兵 多则称死十几万兵的 割据群雄差劲 无非是没有一部 三国演义 替他们大吹法罗罢了 以诸葛亮之才智 对刘邦本身的才敢评价 不过多书阔三字 对刘秀却叹服其神略计较 生于天心 策略深远 认为正是刘邦能力有些 才显出了韩信 张良 陈平之志 而刘秀天生睿智 策谋深远 自然就将身边属下的才干 尽数掩盖了 其实正如诸葛亮所说 刘秀的属下 李之列朝开国功臣 本身能力也毫不逊色 只是主军太强 导致自己发挥空间不足 就说他比之为 无知韩信的耿眼 决策河北 定计南洋的水准 何尝就比韩信汉中队 孔明龙中队 岳飞北伐策差了 其一生 平定四十六句 战无不胜 各种如心理战 攻坚战 围成打员 声东击西 必强击弱的战术 出神入化 又何尝若鱼 任何一个顶级名将 然而耿眼虽强 和刘秀一比 便是望尘莫及了 最能体现刘秀 军事天才的地方 就是喜欢在地图上 遥控指挥 他属下的将领 居然还能百战百胜 剑武之行师 祭出于主心 圣诀庙堂 成召奉令者祸宠 唯命范指者颠微 可见所谓云台二十八将 其实也就是一帮 执行刘秀战略意图的机器 和通常历朝的开国 功臣大不相同 正所谓 光武才过 诸将以气柔之 高祖才不及 诸将以气错之 刘秀其实是 真不忌惮那些样样 才能都不及自己 要依照自己遥控指挥 才能打胜仗的功臣 是真心把那些功臣 当作自己朋友和手足的 所以他才说 武之王国 皆以无道 魏常文功臣的多 而灭亡者 西汉一招 是朝野皆知的 汉家带功臣宝 后果就是 往往窜逆时 几乎没遇到 什么正经的阻力 一直到他自己乱改之 搞得天下大乱 老刘家才借机复兴 同样汲取了 这样的教训 刘秀才会后代 属下这些功臣 封了一大堆的万户侯 比如贾富封六个县 邓宇乌汉封四个县 三县封一封三个县 耿眼层棚封二个县 而西汉两百年不算博招 斗广国等个别外戚 也只有开国的 曹参和张良 是万户侯 以及汉武的魏清霍 去并身兼外戚和功臣 是万户侯 足见刘秀对下属之优待 远远胜过西汉诸帝 方为汉家 延命二百年 成就了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王朝